俄罗斯股防部25号声称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已经完成 正在将军事重心转往乌东顿巴斯地区 路透社报道 这是乌克兰军队24号在首都基辅郊区成功逼退俄军后 俄罗斯缩减军事野心的信号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号表示 俄乌战争中俄罗斯超过16000名官兵阵亡 远高于俄军当天公布的数字1351人上升 3852人受伤 路透社跟CNN都表示无法独立验证这些数字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遭到各国制裁 卢布对美元大幅贬值 俄国人出现了囤积抗忧郁药 安眠药跟避孕药的现象 俄罗斯人最担心东西可能变贵 其次是买不到他们需要的药品 芝加哥大学二级经济学者索宁向新唐人表示 也有些人选择离开俄罗斯 索林指出战争开始后有数千名俄国人因为担忧生计跟政治环境逃到土耳其亚马尼亚跟乔治亚等国生活 另外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 截至25号有超过377万位难民逃离乌克兰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